~~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观念 这是我学生他拿来问我的一个八字 他在拿来这个八字给我的时候 这是因为他的朋友 他朋友就拿着他的合伙人给他看 那他看老半天 他就看不懂 然后他拿来问我 他就说老师这种八字你看 他就标准的日主受克 他现在的运在这里 他勿奎和丁火丙火更克着他 地支全部都是土生金 都是笔尖 可是为什么这个人有钱到报 然后在这一边又赚了5000多万 我就笑一笑 我就笑一笑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来讲 因为刚开始 大家的批命经验没有很丰富 所以他会停留在什么 看到他现在的状况 这明明很烂 为什么他可以赚钱 那来讲他就停留在现况 然后被客人的状况牵着鼻子走 我一笑一笑 我就说 你要往前看 你要知道 你的朋友在认识他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间点 你认识他 他们在认识他 他是在这个极有大运的时候 那在极有大运的时候 他的朋友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因为他看他的 很有钱 他的身价用义在计算的 他的身价用义在计算 可是各位你看 他八字完完全全 跟财 你一看就知道跟财没有多大关系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整个傻眼 他说像这一种的他怎么可能 他不是父母亲很有钱的那一种 他不是富二代 他父母亲还好而已 他靠他的能力去赚了 可是 天偏跟他一起合作以后 这个人又每天就在那边玩而已 他根本就不理理念的事 他的朋友就很认真在做 赚了钱就跟他分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说老师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落差 我就说你这个叫做少见多怪 因为你是在他发迹以后 你的朋友都是在他发迹以后认识他 他真正发迹 是在这一柱大运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发迹是在这一柱大运 因为在这一柱大运里面 他出现了一种状况 他第一次来是火生土 土来生金 就这样子而已 没什么改变 可是他这一边 丙火去克庚金 回水 克丙火 所以在这一个状况下 他出现了一个问题 他的食伤出现了 他没有在日主受克 也就是说这个运程是他最辉煌的一个运势 也就是说他人生起来的角度最大的时候 所以你在这时候还不认识他 他就是在这一个大运 辉煌腾打的 当他起来以后 你的朋友为了要看到认识他以后 他身价很高 要跟他合作 但是他进入这个运 极有的时候 各位 他进入极有运的时候 他又回归到日主受克了 那日主受克的用神是什么 笔尖 所以他跟人家合作刚刚好而已 他又变成是你的朋友 怎样 很努力的工作 然后他很努力的在玩 他很努力的在玩 结果就这样子 他在运程上 他没有运 可是他在行为上做出对的选择 跟人家合作 然后他自己不挂名 又出钱而已 他就出钱而已 然后真正都是我学生的朋友 他们在那边操作 然后在那边经营 所以重担都是在我学生 他的朋友身上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们都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都这样 什么都不管 然后都叫我们这样去做 然后他在这一边 他在这一个大运 他就不跟他们合作了 他就不跟他合作了 就把股权什么 全部都卖给他们 拿了5000万就走人了 拿了5000万就走人了 所以他就说 老师他在这边赚很多钱 其实这一边 就是我学生一般常会犯的错误 就是 他被这一个客人牵着鼻子走 前因后果 他没有去仔细判断 他没有仔细判断 所以他就做出 这种八字日主受克 怎么还会赚钱 他们的判断是这样 但是各位 他没有去注意到整个一个运势的一个变化 还有他在于实际情况的一个作为 我学生就跟我讲 他这个人真的每天就放来放去而已 他就放来放去而已 放来放去 他只是做对了一个选择 经商就交给合伙人去就好了 他又不挂名 对不对 赚了多少给我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他的朋友就会觉得很万谈 我这么努力 他都没有 他都没有那个出分力 结果他就可以分这一些钱 他也会有一些不爽 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不爽的 这一个人虽然没有运 可是他空间做出有运的决定 所以他不会太差 各位听清楚这件事 他虽然运程没有运 可是他在空间做出有利的决定 所以他的运程不会太差 各位你要了解 其实他最好当然是这个运 他是日主受克 他只要降低日主受克的 一个状况 他就会变比较好 所以挤土来讲 火生土会来升点金 所以他还是一样日主受克 可是他最起码降低了 降低来讲 他在这一边 他当然就回归的到丸而已 他不像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整个很有运 他这边只是降低 比较有运而已 所以他就回归日主受克的时候 他刚好做出一个决定 我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笔尖刚好是我用神 坐下去 每天玩而已 然后时间到领钱 然后到这一个运 不亏一合 跟金 跟金 所以他日主受克会更严重 所以说他在这时候 他就准备就是把钱 他的那个股份全部卖掉 把钱收回来 所以说五千多万就收回去 但是除了这样子以外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他还是有危机点 什么危机点 你不要看他说 他赚这么多钱 我们要知道说他地支是什么 他地支现在是物生 所以说是在生 那他的财运是乙跟卯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任饮年 奎卯年 这两年 申金克寅目 申金克卯目 这两年是他日主受克 地支又面临到破财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他真正的危机点 是在任饮跟奎卯这两年 所以来讲 各位你要清楚就是说 你不能够以他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他未来就会多好 而是你还是要根据他的一个运势去分析 他什么时候才是他真正的一个危机点 你不要只是看说他赚很多钱 赚很多钱又如何 他后面还有两年 这两年 就有可能让他怎样倒在屁股 所以过去的是 很多东西 你必须要先知道一个前因后果 不要只是单一个点 一直在那边批 你批不出来的 明明日主受克 人家为什么那么有钱 你只专注在这个运里面 你不去了解前面 你完完全全是怎样 根本看不出来 你会说这八字根本就不准 谁跟你说不准 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前因后果 所以很多的八字都是在这一种状况 这一边是他的起悲点 这边都变成是守运 要守住 当然他在这个运 他还有两年是他最危险的时间 那两年他就必须要怎样 好好的怎样 保护住他的资产 不然的话 他一样任赢 这时候 丁任何 物奎合 丙火来克他 申金克银木 日主受克 地支又破财 这个是奎卯 物奎合 丙火丁火各克的日主 地支土来申金 来克的卯木 连续两年都是天干日主受克 地支破财 这个才是他在这个大运里面 真正的一个危机点 所以这两年是他财运上很大的一个危机点 很快就会到了 明年庚子 后年辛丑 过来就是认你 那就是三年后以后的事 所以这时候就要先知道他 这个就是批命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前因后果以后 你知道他的现状以后 开始要帮他找出危机点 不要再去说他为什么那么有钱 那么有钱是他之前的努力 要不要给他之前的努力 现在的他不可能 已经不是在说你让他赚多少钱 而是他这个危机点 可能会全部都没有要跟他讲 好好的保护住你的钱财 这两年移首不移公 移首不移公 所以这样子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到 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而不会像我的学生一样 为什么他会有钱呢 为什么呢 你这边讲这个要干嘛 因为你连他什么时候有钱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有钱 你都不知道 你一直在专注说 他日主受克就不可能有钱 你前因后果不去抓 就只在这边 一直在这一个点上去打转 你这个八字太窄 你这八字的眼界太窄 你也批不出个所以来 所以你要去整个看 你才会知道说 他是在什么时候发击 他在什么时候发击的 然后后面他的一个状况 他真正的危机点在哪边 这一些你才能够逐一的看出来 好 今天就跟各位的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友人再见 拜拜